一想家还在宝妈群里,看到吹空调宝剧面团的谣言,瞬间感觉不能忍,当场就联系了我们的老朋友白白衣奶爸,跟大家科普一下,所谓的夏天不能录关节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今天,我在这里,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夏天里,宝宝到底到底能不能漏哥哥,到底有没有寒气会先伴到孩子,这样一系列问题。 并且进行逐渍的解答,01,短裤跟关节炎根本不踏边,来报解析,如果穿短裤就会得关节炎的话,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短裤,岂不是都不用生产了? 关于宝宝到底应该怎么穿衣服的这个问题,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认为,在同一个环境温度下,宝宝的衣服参考大人而非老人就足够了,而关节炎的治病原因复杂。 主要理研究,自身免疫反应,感染,带性恶乱,创伤,腿形性病变的因素有关。 跟小时候夏天,有没有穿短裤,有没有露肩露哥过路关节没有一毛钱关系? 再者,这三十多多的气温,寒气在哪,漫天的热浪倒是不少。 如果真有寒气,请给我来一打,如果认为夏天穿短裤会冻到膝盖,无论多热都要穿长衣长裤,那么老年后,关节炎你不一定不会的。 但是现在,生贝哥估计是跑不掉了。 02,空调,风扇真是无敌背锅侠。 来报解析,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诺贝尔背锅奖,我想在宝可领域,空调跟风扇,简直就是两个诺贝尔背锅侠。 为什么呢?孩子感冒了,家长会说那是风扇吹的,孩子发伤了,家长又会说,昨天晚上吹空调吹的,其实我们不管是用风扇还是用空调,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室内温度,而不是为了用风扇直接面对着孩子吹,或者为了用空调把整个房间冻得跟冰棍一样。 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,我们的最终目的永远只有一个,就是要室内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,让孩子夜里可以比较舒服的休息。 那么什么是比较舒适的温度呢?一般26到27度的室温,就是比较舒服的。 我们在用空调或者是风扇的时候,肯定是不能让风直接对着孩子吹的吗?对不对?我们大人都不能直接吹,更何况是小朋友呢? 另外,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,要注意室内加湿,我们可以用加湿器来增加室内的湿度。 第三,夏天很热,宝宝才要不要裹紧毛塔子。 来到解析,作为一名临床的儿科医生,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宝宝,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会看到宝宝在家里能活着一条两条,甚至三条厚厚的毛塔跑过来看病的。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,宝宝本来是被家长带到旁边去打疫苗的,结果那边的医生一摸说小孩子发热了,赶紧让他跑到我这边来看病。 在我这边一看,才发现,原来宝宝包裹了两件大大的毛毯。 天啊,大热天啊,我将宝宝多元的衣物,喊死去除掉之后,复测体温,复测了两三次,都是正常的范围。 我好好地交代了一下,家长,应该如何安排好孩子的窗盖,然后家长这才安心地回家了。 类似的事件简直就是数不胜数。 想起前两天,我这边的天气很热,就连晚上都是三十度家,然后突然停电了。 一位朋友家里的宝宝才一个月大,突然就上了一身的被子。 所以如果下次还有哪位家长想要你的宝宝盖上个大毛毯,您可以很好心地建议这位家长自己裹上。 试试看,临死,夏天穿不穿袜子,新宝宝的,来报解析。 像这位宝宝跟我家的宝宝是一样的,如果老人给他穿的袜子,宝宝一会儿就会把袜子给拽下来。 简直就是秒赚,因为宝宝他虽然还不会表达,但如果他感觉屌上不舒服了,他会自己去把袜子拽出来的。 奶爸解析,非常感谢这位宝妈,提供的现实具体视力。 那么奶爸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,夏天本来,我们人体出汗就比较多,宝宝更加是如此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应该做的是适当地检查孩子有没有出汗,并且及时帮孩子擦掉身上的汗,避免出现汗泡层等,由于汗液太多。 而导致的皮肤定本情况,如果在炎热的夏天,还说他的宝宝还穿着袜子,要知道,在人体的皮肤里面,脚底汗线可是最多的呀。 那么自然而然的脚气病小臭脚,估计就是最终的结局了。 宝宝很聪明,自己知道要不要穿这么多,不靠谱的一些传统说法,太多,没法依依全部说到,家长一定要多学习,多思考,不要人云亦云,己所不欲物失于人。 你自己开着空调或吹着风扇,凉快又舒服,凭什么要给宝宝补费子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